男人拿刀刺向床上的病人 没想到是个冲击娃娃 与此同时 金先生来到修正病房 就在他准备动手时 发现床上的人并非修正 而是韩志国 韩志国拿出钢笔 然后从金先生身上拿出笔盖 盖在那只钢笔上 钢笔是金先生小时候 韩志国送给他的 他的真实姓名叫韩振后 金先生听到这里 手中的钢笔刀掉在地上 泰山早知道文会长不会善罢犯修 于是提前寻求朴在京帮助 他知道文会长即使离开韩国 也会派人伤害修正和人会 所以打算在手术前引出文会长 将文会长逮捕归案 文会长知道他明早9点 要进行骨髓抽取 所以得向文会长透露 他改成今晚抽取骨髓 朴在京担心文会长派金先生来 韩志国听到这里 让泰山准备两间手术室 这样一来不仅能抓住文会长 也能抓住金先生 也就是他儿子 他不想儿子再继续坐下去 商议好一切后 朴在京回到警局部署 现在最重要的是完美的骗过文会长 并把他引诱到医院 这一切都要靠胡子刑警的帮助了 在此之前 胡子刑警对组长坦白了一切 为了给父亲收集医药费 才会选择和文会长合作 现在他非常后悔 愿引将功补过 帮助朴在京抓到文会长 也就是说 他是故意向文会长 透露泰山手术的事件 为的就是引诱文会长 朴在京觉得 如果在文会长进入医院时抓人 其他病患和家属就会有危险 所以一定要等他进入手术室再逮捕 文会长做事非常谨慎 林青警猜测 他一定会收买医院监控室保安 所以林青警事先嘱咐保安 如果有人据款收买他们 他们收下那笔钱假装同意就好 一切准备就绪 文会长出现在大家视线里 当他发现床上的人不识泰山后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装备 等团在京闯入手术室时 文会长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另一个手术室的金先生 经过韩志国的劝说 已经认罪辅法 而此时文会长沿着通风管道 逃进了地下室 准备开车逃跑 卫使计划顺利进行 泰山并没有进入医院 如果他在医院露面 那他们将前功尽弃 所以他在医院外等候消息 可他等了很久 仍不见动静 于是打算才去看看 没想到看到了 驾车离开的文会长 泰山前面追了上去 趁文会长停车的功夫 钻进车厢 文会长把车开到飞机的停车厂 准备换车离开 这时泰山出现 把文会长拽了出来 文会长见状 又开着医院的洗衣车逃离 泰山开着文会长躲背的车 迅速追了上去 和文会长并排而行 文会长用力猛撞 逼停了泰山 就在他以为甩掉泰山时 泰山突然从侧面冲出 撞下文会长的车 泰山被撞得有些眩晕 但他没有犹豫 迅速下车查看 可车内却没有了文会长的身影 于是便愤怒地大喊 文会长现在要求逃离 必须先解决泰山 于是抄取木棍 和泰山打了起来 与同时 朴泰京根据医院监控 发现泰山上了文会长的车 他迅速联络交管中心 请他们帮忙追踪车辆 很快 交管中心便追踪到车辆 朴泰京迅速从那里赶去 此刻 文会长已经被泰山暴揍 没有一丝还手的力气 泰山打了文会长几拳 发泄了这13天以来的怒气 然后把文会长绑在一旁 泰山离开后 文会长看到了埋在土里的打火机 于是准备用打火机烧开绳子 没想到火苗倒在棉穴上 引起了大火 这时警方赶到这里 就在泰山跟朴泰京说明情况时 身后突然发生爆炸 文会长生死不明 随后 泰山迅速赶回医院 为明天的手术做准备 经过警方救助 文会长没有被炸死 等待他的将会是无尽的牢尾之灾 隔天 泰山冲烤骨髓 从昏迷中醒来 朴泰京陪在他身边 秀珍正在接受骨髓移植 在泰山去看望秀珍前 朴泰京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黄大俊看到文会长被捕后 跑到警局自首 8年前 杀害朴霸的是文会长 5年前 杀害韩志国手下的是黄大俊 现在真凶都已经认罪复法 泰山也清除了两次前科记录 那边 赵语员如期举行拍卖会 林市长得到示意 以5000万韩元拍下几件作品 就在他装车准备离开时 检察官找上了他 与此同时 赵语员成功拿到钱 打算坐飞机离开韩国 没想到在机场遇到朴在京 朴在京也贩卖毒品罪 逮捕了赵语员 原来在此之前 泰山听文会长说 要帮一个爱钱的女人 闭人耳梦的花钱 想必那个人就是赵语员 朴在京让泰山把听到 有关企业的事 全都说出来 文会长干的缺的事不少 豆腐扎工程 操弄股价 现金行贿 建民交易 但是没听文会长 提供走私艺术品 因为他对艺术没有兴趣 不过倒是对毒品很感兴趣 朴在京让手下 查过拍面会的物品 其中有三个物品的作家 联系不上 那三个物品都来自泰国 而且赵语员别墅照片曝光后 他看起来像是 把拍面会当成最后一步 感觉拍面会一结束 就会遣到出国 这时 朴在京想起了泰山提起的毒品 从海外运输的东西 通常会因为海关检查 需要前一天送到 而装载医书品的船 却在拍面会当天9点才抵达 他怀疑赵语员把手伸向毒品 想借此大赚一笔 然后抢到出国 他怀疑的没错 赵语员确实利用职权 走私了一批毒品 此刻 赵语员坐在审讯室中 面对朴在京的审问 他始终一言不发 而且准备吞药自杀 朴在京在他吞药前 给他看了一个视频 是远在瑞士的儿子发来的 看着视频中的儿子 赵语员犹豫了 朴在京趁机夺走他手中的毒药 如果他死了 儿子该怎么办 在他坐牢期间 儿子会在免费福利中心生活 听到这些 赵语员忍不住流下眼泪 隔天 泰山逃亡案开始庭审 经过多方查证 杀害美术的凶手就是文会长 文会长会在今天接受审判 而泰山的两次前科 也证明是受到文会长威胁 秀珍的手术非常顺利 出院这天 秀珍特意带上泰山 送给他的发卡 林神井把母女二人送到医院门口 泰山已经在这里等候 准备带着人会母女去旅行 这天是秀珍最开心的一天 和爸爸妈妈一起踢足球 一起画画 一起野餐 一起睡觉 泰山知道自己是个不合格的老爸 想合格得先成为有能力的人 所以他才会在一天之内 陪秀珍把想做的事都做一遍 虽然人会原谅了他 秀珍也需要他 但他不能就这样待在两人身边 在逃亡的这两周里 他明白了很多道理 他很感激人会的原谅和理解 但林神井守护在人会身边长达四年 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 抢走本该属于林神井的位置 他只是小看林神井了 林神井也是名势里的人 爱归爱 不代表必须拥有 只要对方过得好 他就心满意足 在这段复杂的关系中 他能认清自己的位置 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关系虽然整理完毕 但大家都需要时间适应 人会让泰山放心离开 不用担心他们母女 林神井会照顾好他们 秀珍在帐篷内听到凤梦的谈话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但他很懂事 没有询问泰山离开的原因 只是紧紧的抱着泰山 几个月后 泰山走在林音大道上 身后突然传来秀珍的声音 好吧 泰山开心的笑了 两周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